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桃子角国中八年成班的专题研究小组 我们研究的主题是吸湿吸肤剪除于运动 我是黄子环 大家好,我是高家卫 大家好,我是陈怡轩 我们的研究动机是我们每次吃完营养午餐都会发现实际上很多处 我们发现了问题并有了研究目的 于是就开始寻找资料 首先我们先访问了学校的老师 我们首先访问的是我们的卫生组组长佩容老师 我们得出来的结论是每班的口味不同 所以每班剩余的处理量也不同 除了佩容老师,我们还去访问了谢蒙铁老师 那我们得出来的结论则是学生平常吃得太好 跟营养午餐比较起来就会觉得营养午餐很难吃 我们又去访问了蔡宜芳老师 得出来的结论则是 现在没有让人饿肚子的机会 所以学生就不会去珍惜事故 接下来我们对同学做了问卷调查 以下这张图是我们的问卷 我们的问卷主要调查了同学们对营养午餐的看法 以及他们倒出一辆的多寡 做完问卷调查后 我们去拍了每班的实际处理量 我们做完问卷调查后 便去实际探访各班的实际处理量 那我们发现八年级的处理量大大的少于青年级 而且每班的处理都会因为当日的菜色而产生不同 为了更了解学校的营养午餐 我们参加了午餐会议 我们在今年的一月参加了学校一个月一次的午餐会议 我们参加午餐会议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学校和午餐公司是如何制定菜单 解决义务问题与讨论各种事项 参加完午餐会议后 我们得到的结论是 学校有一套很完整的程序 而且老师们也都将学生摆第一 之后我们又去参访了午餐公司 在2018年的1月16号我们进行了上将午餐公司以及红圆午餐公司的参访 我们发现其实公司在每一个步骤以及卫生方面都非常注重 那在一个程序上都不会轻忽 我们每一天吃的营养午餐都经过非常多人的付出 那两家的营养午餐公司都把食品的卫生以及安全摆在第一 而且都有完整的生产动线 为了将我们收集到的资料传达给同学们 我们进行了教会宣导 为了把我们了解到的资讯告诉大家 所以我们进行了晨会的宣导 我们把收集到的资料和同学们进行分享 那我们希望同学们更能了解营养午餐的制作过程 也更能接受营养午餐 宣导完我们也到各班再去调查一遍 厨余量有没有减少 我们稍微宣导完后又做了一次实际的厨余摊查 那我们发现有些班级它的厨余量剩下的没有减少 那有些班级剩下的厨余量减少非常多 那可是青年级的厨余量还是没有比八年级的上 我们的结论是经过此次的专题研究 我们发现营养午餐确实不好吃 但是一定是安全且健康的 那它这个不好吃的部分其实也很难改变 唯一能改变的就是同学们的心态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接受营养午餐 那这次也呼吁大家可以吃多少成多少 不要浪费食物 这次的专题研究让我了解到了 我们每天在吃的营养午餐到底是怎么来的 也学习到了许多解决问题的方法